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修心就是要修正自己的心性 一个是心 一个是本性 很多人不知道心和本性有什么区别 师父告诉你们修正自己的心 现在发展究竟在良心有没有 本性是什么呢 佛性 一个人跟人家说 我对你好一点 我要对得起你 那是你的心 你看见这个人就可怜 看见别人就想帮助人家 那是你的本心 修心实际上要修心 还有一个性 还有一个行为 那行为很重要 你的行为就代表你的修仰 因为很多人行为不正 心一定不正 他的本性一定看不到 我们举个很简单 你只在公共造成人家正座位的人 你说他的心和他的本性行不行都不行 他的行为表现出他没有修养 他没有佛性 也没有一种做人的良心 所以学博的人首先心不能贪 不贪于外城之间 就是说人的心不要去贪外面的东西 你自己有的东西你可以拥有 你再要增加了就要贪了 我够了 那么就够了 如果我还要 那么就是贪外城之间 所以要学会安直自己啊 要安纳你自己的心 直就是制止自己一些不好的贪欲欲望 学会守戒 守戒很重要 你说我们做人最起码的守戒是什么 看见红灯要停吧 这也叫守戒吧 你看见别人再好的东西 你不能拿吧 不是你的呀 这叫守戒吗 我们说身体是健康的决心 心灵是健康的物性 一个人身体养的好 说我不要生病啊 我不能吃这个 吃的这个我会身体不好 吃的那个我会怎么样 我可以说不要吃油炸的 等等只是你身体上的健康的决心 而你真正心灵的决心 那是物性 所以心是人格的决心 你说一个有人格的人 他很懂得应该怎么样决心自己 所以意念是因果的决心 你一个意念出来了 你接下来一定有果报的 我今天要对别人好的意念出来了 你接下来就有果了 如果一个好的意念 是不是你对因果有认识 你才会不去造这个因呢 你是不是因果的决心 孩子跟爸爸妈妈闹 或者爸爸妈妈跟孩子闹 你知道这个闹下去的果是什么吗 那你知道了 你就不会去闹 是不是你对因果的决心 如果你今天还继续闹下去 那么最后的结果可能就是大家拜拜 所以师父跟你们讲要懂得 这些决心都是在于你心 一个人的心的决心是最重要的 你心里不明白 你永远不会决心的 一个人心的力量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经常佛法借讲心力 当你有决心的时候 你的心就会有力量 我相信菩萨 我相信菩萨一定会关心我的 你这个人有心意了 你身上很多的喜光源都会转换